台湾总统大选消息方面 国民党和民众党原先希望 促请蓝白和对抗民进党 双方至今还没决定是否继续合作之际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下午爆料 这两天频频和柯文哲和侯友宜通电话 甚至安排三人会面 对此侯友宜说没有收到通知也不知情 柯文哲团队则批评国民党纠结于民调细节 使得三方会面沦为空谈 郭台铭下午贴出具体的行程 承认昨天晚上他与柯文哲吃晚餐时 侯友宜打电话给他 等待柯主席离开后 郭台铭再回店 侯友宜希望郭台铭负责约三人今天见面 促成蓝白郭三方合作 并表明绝对不会有其他人参与 但最终三人见面基于各种原因却难产了 后来郭台铭交由民众党来安排时间地点 希望在今晚促成三人会面 不过赶闻南部宣传造势的侯友宜说 没有收到通知 目前没有特别安排会晤任何人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